中國才剛公佈他去年第四季的GDP 就公佈出來的GDP數次 我們來看 2022年的GDP成長三個百分點 四十年來次低表現不好 但第四季的年增率倒是不錯 2.9% 而且2023年一般預期 應該有五個百分點的成長 沒錯 其實他公佈出來 2023 GDP3 其實他是1970年來的第二產 那這麼慘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看那個中國股市 跟那個香港股市的股價 已經都漲起來了 還是亞股最強的 對 所以就代表什麼 這個最差的狀況都過了 甚至剛剛娟姐你講 第四季的部分GDP2.9對不對 這個超乎市場預期 甚至他工業生產也是超乎市場預期 也就是說什麼 最壞的情況基本上已經過了 甚至我看到有很多的經濟學者 預測中國在2023年有機會走V型復甦 沒錯 因為他現在全面開放 就疫情不管了 那全面不管的話 那高盛就估他 可能到3月的時候 可能就群體免疫了 那群體免疫的話 群體免疫的話 就經濟當然就V型反轉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疫情不管 你就開始全力拚經濟 所以你看大摩的部分 大摩說3月開始V型反轉 今年GDP5.4 高盛也估今年5.2 野村估比較低一點 4.8 不過平均起來是5% 5%基本上跟去年比 基本上算成長蠻多的 那如果說你中國這地方 你的經濟成長率是要好的話 那我捐久問你 之前的兩大巨頭 華為跟騰訊的兩個趴在那邊 是不是怎麼樣也要開始 真的有機會鹹魚大翻身 最近華為的聲量很高 不是因為華為 不是因為任正非 是因為他的小公主 沒錯 其實華為正在用一些行動 告訴大家 他還在 像君姐剛剛講到 就是他的那個小女兒 小女兒姚安娜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畫面上這個演員 他演員他不是學粉科的 他是畢業於什麼 畢業於哈佛大學的 那個電腦工程系 但是他喜歡演戲 哈佛大學的 對 沒錯 也就是因為他不是本科的 所以呢 所以他每次的演出 網友都酸他什麼 那靠爸族 不然就怎麼樣 代資進主 都這樣酸他 但是他最近參演了 就是客串的劉怡菲的新戲 去有風的地方 他在裡面怎麼樣 裡面演了一個 小吃部的老闆娘 有點天兵天兵的農村女孩 他這次沒有代資進主 他代雞進主 你的事太進去 工作人員 演員 每人先一支手戲 那他在錄戲裡面 演得其實算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有點天兵天兵嘛 天兵到還跟男主角求婚 你嫁給我爸 好 我們來看一小段 這是任正非小女兒 被稱為華為小公主演的戲 最後給你一次機會 你考慮我嗎 叫阿姚輸 阿姚哥 聽上說村裡傳遞結婚都是謠言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啊 那你跟我結婚一起 最厲害的是 他這一次制物行銷 做得非常成功 對 沒錯 據說劉亦菲也用華為的手機 而且還入了鏡 對 導演還給了特寫 沒錯 姚安娜雖然演得不錯 但是她還是客串 客串的戲份就是不多 關鍵是手機 對 比如說這個戲份少到 比劉亦菲的手機還少 你知道嗎 劉亦菲的手機 其實她在戲裡面怎麼樣 戲裡面都會特寫那支手機 其實那支手機的辨識度非常高 為什麼 我們一般手機這個鏡頭都是在什麼 在背面的左上角 對不對 她那支手機拿起來 後面就是一圈圓圓的 一圈圓圓的 畫面上很容易辨識 對 就拿起來後面一圈圓圓 跟其他手機都不一樣 你全世界會把手機後面做一圈圓圓的 只有一家公司叫華為 就全世界只有她而已 那華為其實 你不要想說她已經沒做手機了 她去年還有出新機 而且她的新機好像在台灣沒有賣 因為她的手機是鴻蒙系統 在這個戲裡面也有 那個戲裡面除了 他手機的後面 讓你有辨識度以外 正面也有 正面開機怎麼樣 正面開機 她直接告訴你 它是鴻蒙系統 有的是華為用這個 置入性的方式告訴你說 我覺得她還是帶置入主的 對 就是我還在 那我還在 如果說你拿她的新手機 因為去年她有出新手機 如果說你來跟蘋果來比較的話 蘋果去年有個新的功能叫什麼 叫說如果說我去登山 遇到危險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用衛星通話 對不對 她的這個Mate 50 這是新手機也有 因為中國有北斗衛星 她也是可以用北斗衛星 來求救跟通話 我看了報導 因為台灣沒有賣這支手機 我看報導說 Mate 50最厲害的是 手機沒電還能打電話 手機沒電怎麼能夠打電話 這樣我就想不到 她在1% 就手機電池剩1%的時候 她就會啟動那個聚能 聚能棒 就是把它給鎖住 鎖住 那你可以打緊急電話 就只有緊急電話而已 對 基本上會鎖住 沒電也可以打電話 對 就是她會把它鎖住 就你剩1% 最後的救命電話 她會幫你保留起來 然後她那個光圈可以變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這個 華為跟蘋果的那個 拍出來的照片比較 右邊的是蘋果的 左邊是華為的 如果說你光看車道的話 你會發覺 光看車道那差不多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左邊這個啊 左邊旁邊那個黑黑的 那些黑黑的一些景致啊 它是比較細膩的 有時候華為它拍出來的 那個畫質是比較細膩 因為它那個是可變焦的鏡頭 好 那這個畫面呢 這個畫面你看 右邊一樣 右邊是蘋果 左邊是華為 那蘋果的歐媽媽 對 蘋果歐媽媽 為什麼 因為這個影像 你肉眼看下去的話 那個地方其實它是 黑漆漆的一片 所以蘋果拍起來就是歐媽媽 但是華為呢 華為你拍起來你會發覺 華為基本上怎麼樣 華為拍起來 它連旁邊的字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 它那個光圈會損什麼 會隨著那個光線 自己去變焦 老妹不要以為把華為打死了 華為還沒死 然後它的手機還在熱賣 好 我們再來講到騰訊 騰訊最近股價好厲害 對 騰訊 講騰訊 看股價就知道 你看股價長成那樣子 那騰訊當然是物聯網 但是騰訊現在有一部 三體的連續劇正在上演 這個一上演 一個小時那個熱度 就突破2.5萬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2.5萬是什麼意思 我講流量就好了 也就是10億的點擊率了 10億 所以它已經首播了 對 首播就直接衝到 這部劇叫三體 對 就是它是科幻小說去改編的 那科幻小說改編 這部科幻小說還什麼 還得過余國獎 余國獎是文學界裡面的奧斯卡 基本上這樣講就對了 所以據說它首播那天 不只騰訊大長 所有的影視股都很大長 對 沒錯 因為三體熱賣 熱播 所以不只騰訊大長 全部的你只要知道的 比如什麼歡喜傳媒 雲音樂 騰訊音樂這些 跟中國大陸有關係的這些影視股 全部都大長清楚 而且呢 而且它現在怎麼樣 正在整治它集團內的貪腐 整治代表什麼 代表說它有想要 把集團內的毒瘤拿掉 然後呢 開始成長 所以最差通應該過了 相關連接到華為 或騰訊的股票會不會動 基本上很有機會 因為如果說我們講 華為或騰訊的話 一個是手機的嘛 一個是物聯網 也就是伺服器這邊的嘛 像那個穩茂 利基 跟紅杰科 聯勇 這都是手機相關 他們公司都表示說 我最近真的有接到集單 都有接到集單 所以最近股價開始 從下面鬧起 集單不會出華為吧 我們也不能出 但是集單的部分 我們必須先這樣想 因為去年真的太差了 所以它有可能是先補庫存 後面的需求可能它再觀察 但是呢 唯一需求有上來 應該是要看這個 就是跟伺服器有相關的 就是跟騰訊這塊的 像京區跟秦城 今天都大長對不對 今天大長 菌姐今天封關 封關 外資投資都在買 外資投資都在買代表什麼 代表我不管你封關 不封關12天我也不管你的 我就是看來會長 那因為像秦城的部分 那個法人今天有出報告 估他今年賺9塊8 9塊8的話 現在85塊 這比不到10倍 其實我認為可以留意 那京區也是一樣 京區它是做伺服器的 那個銅箔機板 今年的AMD跟Intel 都有新的伺服器的平台出來 所以呢 所以這兩支股票 我認為如果說 在靠音盤的時候 你要留意的話 可以先留意京區跟秦城的部分 這個電視 還在買代表 更多的 我希望你說 感谢观看